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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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容 没有了 乌云龙照着整个家庭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以后 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 觉得整人就坐着等室 然后 然后望着我服用了十多年的失眠药 那么 还有那些抗癌的药物 我就温馨自问 把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两个双胎的儿子 叫来 记得跟他们讲唱的话 就我所知道的姿势 那么得了以后呢 运气好一点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运气下 可以说五年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最多两三年 最多一两年 那么我送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对太太和两个儿子说 就说 老爸我已经 就准备后事了 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做 但是我心里呢 去服务下这医院的药 还有我过去服务的那些 安眠药 我觉得这些药 不能有带来什么生机 所以我说我拒绝服务这些药 吃了两天 一两天以后 我就拒绝服务 但是晚上呢 真是无法入眠 然后 安眠药 虽然药量解了 但是 却没能不能完全断下来 两身后以后 我的体重大概减掉了十公斤左右 吃得也不好 睡得也不行 对癌症的知识 也不是很多 真是舒服务这 那么按照医生 医生的分布呢 他就靠我有每一个阶段 那么我觉得这个阶段只是 归根结底还是等死 所以 我不甘心 现在 过了三个月以后呢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还有我的家人 开始慢慢知道我患了 所以我的哥哥呢 他劝我参加 李博士的健康讲座 所以我是被 半推半就的 来到了 李博士的 生命健康中心 然后参加 这七点的运动 当时我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盼望 所以呢 当时 我难受的 人自己的身体都无法维持 那么 自己的 苦心经营的一切 这机缘面前 一瞬间全部毁灭了 那么听着 李博士的讲座呢 这一天两天 还有 自民服务人为我祷告 在此之前呢 我不懂 我不懂 不懂上帝 我也不了解上帝 接受祷告的时候呢 当时 当时那种心情啊 是无法 无法形容的 但是 是有一种 美妙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 希望的种子 种子 在我心里蒙发 好像这个 祷告呢 深深地打动了我 听完这个祷告以后 听 那么我就相信 啊 只要按照生命 新经典生命的原理 去生活的话 我肯定要找回我的健康 这种 这种信念和盼望 大概 参加聚会的第四天 啊 我现在我找到了 我的人生套路 只要 哪怕我剩下 所剩时间无几 但是我要 按照新经典生活原则 去生活 去努力的生活 把我带来的生活 都弄到了垃圾箱里 尽管这么累 但是我不气馁 我不妥协 把安眠药也全部 扔进了垃圾箱里 然后 只有 我能 我能信靠的时候 有信心点 当时我还不理解 但是我要通过 星期点 重新找回我的生命 啊 在彻夜 与不眠 与失眠症 啊 挣扎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在外面 在外面 彷徨 但是我呢 这整个 这整个 讲课的期间呢 通过运动啊 我稍稍稍恢复了一些 气色 我回家呢 我就按照 星期点生活的规律呢 生活的一月 第二月 我重新又回到了 心期点 还给你 我内心的并没有什么感觉 大概过了 一年以后在我所认识的范围里 大概有了 51%的确信 创造我们的生命 并赴予我们生命气息的 相恋的确存在 所以我信靠他 接受他的爱 那么我就有希望 这种信念就慢慢萌发 那天11月份 我就开始参加教会 然后我不顾一切 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洗礼 虽然这种希望还是很渺茫的 很渺茫 并不是十分的确信 但是我认走了这条道路 然后我去教会 听牧师的步道 从牧师的步道当中 我获得了生命的勇气 然后参加讲义 通过那些服务人员为我的祷告 他们给我讲解圣经 上帝的话语呢 尽管 很短片的 但是给我的 股的勇气很大 我愿将我内心 一切背负的 背负的一切 沉重的包裹都放下 也是我把 家里的生活整理了 整理了 然后 我乡村去过乡村生活 那么在乡村一个人过生活 感到很孤独 也很累 在这种绝望当中 我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星期间生活 按照李博士所讲的内容 努力建构 我生命的基础设施 大概这种生活 度过了七到八个月左右 这七八个月之内 我被痛苦所煎熬 晚上睡不着 整夜的睡不着 在这种痛苦煎熬当中 但是过了七八个月 在我发生了一件 非常让我兴奋 让我高兴的事情 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 早上起来 做伸展运动 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呢 那空气的味道 清新的空气 就是甘甜如蜜 清新的空气 清入我的肺活 我第一次感受到 空气是这样的香甜 当时天气也很一般 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但是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当中 在无数式的一呼一吸当中 头一只感受到了 空气是这样的清新 这样的甘甜 这是我的脑子里 突然有一个念想 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创造主 为我们创造空气 当我真的体会了这一点的时候 这只是创造我们生命的创造主 给我的最大的礼物 是他的一份爱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全身 有一种 生命的力量在 在涌动 和平时 没什么两样的日常起 就却变得 有活力 变得更是美丽 那么在我眼里 开始变得美丽 就对我来说 是很大 看一朵花 一颗草 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但是在我眼里 却不如往常 是那样的美丽 鸟儿的名叫 是那样的清脆美丽 当我感受到这种美的时候 我的内心当中 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 我的心情愉悦 十分愉悦 这样的岁月 大概 留过一个月 十五年 在不知不觉当中 在我所认知的范围内 健康恢复的相当明显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行为 思想 都变得非常非常健康 这样的时光流逝的时候 我时刻没有忘记 虽然我 对祷告呢 还很陌生 但是我 静下心来就这样祷告 说啊上帝啊 如果你真的爱我们的话 求你 让我明白你的爱 因为我不懂你的爱 我不求你 我不求你 来医治我的病 让我多活几年 我不求命 但求能够明白你的爱 让我能够体会 体偿你的爱 现在回国那段时光 这些生活的每一个片段 这每一瞬间 都是上帝的爱在 引领我们 引领出我 所以呢 时刻都充满了感谢 这种时间慢慢地流逝 一年 过去后呢 就是一年的过程当中 过去 折磨我的那些痛苦 慢慢慢慢地离我而去 我的健康 这是日复日复的 回复着 然后我到 这些讲座里做 志愿服务工作 这一些对我来说 是资格无上的快乐 越做越有劲 越做越来劲 啊 这种幸福感 是我以前 从未提醒的 我想这就是上帝的爱 因为他给了我生命 给了我新的意义 当我回顾我 过去痛苦挣扎的时光 那么我相信 上帝在带领我 要不然我不会走出 那世王的一段落 我的睡眠 恢复了正常 过去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有的时候可以睡三十个小时 有的时候整晚都可以睡得很香甜 我想这就是上帝的爱 这是他给我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每天每天 感受着在我身体内发生的生命的奇迹 那么感谢不由而终的发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年十月份呢 我去医院复查 进行了复查 我身体里那么多的 癌细胞 好几个癌细胞 癌细胞 腫瘤呢 腫瘤呢 在我过新进的生活 十六个月的时间内 全部都进行了 医生说 我健康也没什么力量 我获得了新生 直到今天 我除了新进的生活以外 没有做别的 没有去尝试别的东西 只是 不择不扣的 过新进的生活 毫不妥协 再痛苦 然后咬牙忍下来 那么我对 我对 我对 我对两个儿子说 啊真的 我感谢他们 我爱他们 还有呢 我来到这里呢 做自愿服务人员 来了十几次 在这里唱每一首歌 这些歌曲呢 那么一共唱了几遍呢 大概唱了四千到五千遍 大概唱了四千到五千遍 在这十六个月子 对 再累再难 唱这些歌 啊 想 去思想 赋予我们生命的创造主 听李博士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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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作为帮助我的人 给我鼓出勇气的人 都是蒙他们的福 在星期间生活的过程当中 在我的内心里 放下了那些沉重的包袱 驱散了那些死亡的阴影 真正明白了生命的真理 真正吸纳了生命的气息的时候 啊 我的生命会给了健康 我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样 联合军 永光 张勞 联合军 这一天 人的联合 吗 多酷 你们都 了解 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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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제가 해법을 가르쳐 드릴게요 충분히 배우실 만한 테니까 이 얼굴 반경으로 한 20cm 이상 전체가 벗어나서는 안 됩니다 여기에서 그래야지 하기 편하겠죠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이 안에서 그리고 여러 번 하지 마세요 그냥 한 번씩만 하시면 돼요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아셨죠? 준비 쉽죠? 이렇게 보니까 해보시면 안 돼요 준비, 시작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계속 찌르시면서 하시는 분들도 계시고 계속 잼잼만 하시는 분들 근데 두 개를 같이 힘든 게 참 힘든데 다시 한 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전체 다 같이 잼잼, 도리, 시작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잼잼 그 와중에도 표정은 다 되세요 까꿍, 까꿍, 까꿍 눈 커지시면서 까꿍 이거는 잘 되세요 자, 다시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자, 잼잼, 시작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아이고, 기가 막히게 어울리시네, 눈을 눈을 좀 뒤집으라고 했더니 너무나 예쁘게 잘하세요 아이고, 나오세요 네, 나오십시오 나오십시오 아, 나오셔야지 눈 뒤집을 사람이 누가 있겠습니까 아, 모시고 나올까요? 제가 가서 네, 알아서 나오시죠 네, 아, 너무 이쁘게 네, 한 번 해보세요 여기서 네, 비디오를 잘 잡아주시고 가운데로 오시고 하나님이, 시작 지금 어떻게 잘했어요? 네 한 번 봐야지, 잘하는지 자, 또 한 번, 잼잼, 도리 또 한 번 뽑아내겠습니다 진행자가, 시작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이게 맞나? 틀리나? 이게 맞는 것 같긴 전혀 이 확신이 없는 표정을 가지시고 눈치 보시면서 하시는데 한 번만 더 해보겠습니다 短期的化音 好 禮物 好 今天的化音 好 宵 确定了 好 宵 确定了 好 宵 宵 也 没 看完 了 谁 好 没 看完 取 确定了 是 survey 帮助 就要 来到 帮助 就像 不是 看完 是 还 再 看完 不要再 Kia 了 我也是 我看到 我看到 跑却更試овал 我快就好了 别看来不看了人家 你就能地起回去 或者想 عن此 还有 imagem 我们可以给我们台湾的 好 我 wicked 总是 知道 拥就 比较 fair utilize 好的 我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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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번 해보세요 시작 짠 눈 잘 뒤집으세요 다 왜 진행자만 돼 다시 한번 시작 제가 한번 한번 시작 예 다시 하면 되잖아요 이렇게 안에서 마음에 안 들어서 다시 한번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다 잘하셨습니까? 아름다운 노래를 들려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우리 이은숙 사모님을 소개하겠습니다 오늘 들려드릴 곡은 원치 않는 질병으로 정말 어려운 터널 같은 주변 생활을 하고 계시는 사랑하는 아내와 남편 그 용감한 부부들에게 이 노래를 바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우 groundwater 우raszam 一夜 아침夜夜寂寞 咬ひよ 너를 바로 볼 수 있다면 不安的一切 山下隔山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신정 변하지 않아 너를 사랑하기에 저 하늘 끝에 마지막 남은 진실 하나로 어디 두어도 진정 변하지 않는 사랑으로 남게 해주오 내가 아플 때보다 네가 아파할 때가 내가 숨을 잘 들게 했고 너의 사랑 앞에 나는 웃을 벗었다 거짓의 웃을 벗어버렸다 너를 사랑하기에 저 하늘 끝에 마지막 남은 진실 하나로 어디 두어도 진정 변하지 않는 사랑으로 남게 해주오 사랑으로 남게 해주오 연기되시기 바랍니다 또 듣고 싶으십니까? 네! 내일 저녁도 모레 저녁도 또 들려주실 겁니다 자 무대가 환해졌죠? 우리 마음도 환해졌죠? 지금 한번 생각을 해보십시오 우리 마음속에 지금 걱정이나 근심 같은 게 있습니까? 네! 나머지 찌꺼기가 있다면 그것까지 버려야겠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스마일 장미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 즐겁다 걱정하면 무엇해? 즐겁게 노래할까 걱정하면 무엇해? 걱정을 모두 다 쌓아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스마일 사랑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我们经过学习新奇典生活规律原则呢 就是要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 然后吸纳生命的气息 这样我们的一切问题会得到解决 那么为了接受生命的气息呢 在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时 最重要的是信心 那么听了这样的解释以后呢 信心很重要 但是我却缺乏这个信心 有些人这样的人很多 迄今为止呢 我讲信仰信赖 还有遗传基因和生命气息的关系 讲的信赖有多么重要 我从理论上 我从理论上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信心越足 生命的气息就越足 生命的气息越足 越充沛 遗传基因 恢复的就越快 但是这只是什么 这是正确的理论 但是理论呢 现实有差距是吧 因为生命气息的本质是超越 超越理论的 因为它是信爱望 那么爱里边有理论 但是爱不仅仅是理论 是吧 不是听众这理论的层次 爱是超越理论的 那么这并不等于说 爱是不合理的 或者不合乎原理的 爱呢 有时候显得超越合理性 在这个世上呢 罪恶介入到这个世界 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到底什么是罪呢 什么是罪 那么通过圣经呢 大家学习什么是罪 很多人会这样讲 罪就是和上帝的什么 和上帝 从上帝分离 与上帝分离 那么与上帝分离 这句话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 圣经上说 上帝就是爱 与上帝分离 就是与什么分离 与爱分离 归根结点是爱的问题 那么与爱分离 那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 就是不再 愿意接受这个 拒绝接受生命的气息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那么到了这个地步呢 到此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所认为的 过去认为的罪的结论 罪的概念和 圣经所说的罪的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因为我们的罪 上帝惩罚我们 让我们得病 那么这样的说法 在这个事上 也许 也许能说得通 但是在圣经上 是说不通的 圣经上 说 说彰显的上帝的爱 和上帝的旨意 和这个事实上的说法 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被造 就是要 按照上帝的旨意运作 但是我们却 错以为 人体的 我们的身体 可以由我们来做出 按照我们的旨意来运作 所以我们要把 我们的旨意交出来 按照上帝的旨意 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也会按照上帝的旨意 重新运作起来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呢 要明白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 明白上帝的旨意 换句话就是什么 明白上帝的爱 到底是什么 罪呢 是与上帝的分离 与上帝分离 是与爱的分离 是与爱的分离 是你决心拒绝 接受上帝的爱 那么你打算 你决心定义 拒绝接受上帝的爱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你说上帝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 或者是根本 根本的不像话的 是吧 那么上帝的爱是不合乎情理的 这是行不通的 那么你这么想的人 这样想的人是谁 这么想 这个世上的根源就是魔鬼 那么魔鬼为什么成为魔鬼呢 那么魔鬼起先呢 起先呢 并不是魔鬼 魔鬼这个存在呢 开始呢 起先是个天使 不但是天使 他是天使的天使掌 要上帝 然后 和上帝非常接近的天使掌 天使呢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存在 那么还有呢 还有人类 那么天使当中 最出众的天使 那么天使 就是上帝的使者的意思 侍奉上帝的存在 那么侍奉上帝的这个天使的 最高的天使呢 就是路西佛 圣经当中名为路西佛 这个路西佛呢 与上帝很接近 他对上帝的爱是最了解的 有点什么不对劲 有点不够劲 是吧 然后路西佛呢 对上帝挑战 然后成为傻蛋 堕落为傻蛋 他不把上帝的爱当回事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第一 上帝的爱呢 是没有条件的 饶恕对方 要无条件的饶恕 要 要饶恕 七的七十倍次 也就是说饶恕四百九十次 那四百九十次就是意味着 无数次的饶恕 是吧 无条件的饶恕 还给了什么 还给了选择的自由 那么这爱到底 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 是吧 甚爱必废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甚爱必废 上帝的爱呢 显得不合理 那么我们的想法 和路西佛的想法呢 很接近 你把这些都给了人 或者都给了被造物 那你还有什么权威呢 那么路西佛在天庭里头 参举很重要的位置 那么这个天庭毁了的话 自己的位置可能也难保了 所以他对上帝说 那么我在旁边仔细观察 我发现您是这样的人 那么您靠这样的心性啊 如果谁要是反抗你的话 向你挑战 那你不会无穷地 无穷地饶恕他吗 你不会无条件地宽恕他吗 如果他打算反抗的话 你还给他这种反抗的自由吗 那么这样 这样才能维护天庭的秩序呢 这样说起来 在理吗 听起来很在理 我所指出的就是 这些问题 我的问题是在理的 对上帝的爱的不理解就是罪 所以对上帝的如实说 你的想法是这样 那么按你的方式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 画一条界限 画了这个界限 那就死了 那就死刑 这样才会有秩序 是吧 路西佛要用什么来维持秩序呢 用惩罚 上帝用什么来维持秩序 用爱 这就是上帝与魔鬼的区别 这两个想法 这两种思想发生了冲突 对碰撞 所以上帝呢 好吧 因为上帝不是独裁者 连谁都宽恕呢 连反抗他的路西佛 他也能饶恕 那么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 但我怎么主张 你也不会相信的 因为你是我所造的 是吧 那么 你怎么能理解我的想法呢 你的想法我能掺透 但是你不能理解我 所以你信我就行了 但是路西佛说 我信不了你 这样对立就产生了 对立产生以后呢 路西佛呢 自以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 他就要凌驾于上帝之上 这就是罪的本质 现在社会的 现在医学的这个思想 就是什么 路西佛的思想 那么 埃西佛出来了 好 那么 我就要用什么 严惩的办法 要把他杀掉 这是路西佛的思想 的结果 那么 星期点运动呢 星期点运动说什么呢 你身上有埃西佛 你要更加爱你的身体 用爱来 征服一切 克服一切 来感化那些 发生病变的细胞 重新 重新回到正常的 轨道上来 这是谁的思想 这就是爱的思想 上帝的思想 这是圣经有记载的内容 所以上帝说 你的话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你不是上帝 你就很难 很难理解我 那么 即便这样 你按照你的想法 你的意思 你去行吧 那么 为了证明 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那么 为此 我给你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舞台 那么 你在地球上 你按照你的旨意 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行 在地球上 在地球上行 那么 我在 我这个整个宇宙 用我的旨意来 行 那么我们看一看到底 是谁的旨意 行在最后 我们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 你不听我的话是吧 你敢不听我的话 你这样找死吗 他不是这样 恐吓的上帝 好了 你既然有这种想法 那么你行吧 你这样选择了 那我就给你什么 铺设舞台 就这样地球 成了一个善恶的 善恶之争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合理的 认为那些 人类以为合理的思想 都是路西佛 为鼻嘴的思想 这样的家伙应该怎样 要把他杀 这样的都是路西佛 这些法治的思想 都是路西佛的思想 根源在于 但是我们却被他 熏染 耳濡目染 反而觉得 不这样的是 错误的思想 是吧 我们在这个世上 已经被路西佛的思想 偶有目染 以为他是正确的 那么接受上帝的信息 领悟上帝的道 却是那么的艰难 好像是是而非 那么 路西佛自以为呢 路西佛以为呢 自己只要 只要他作恶到底 那么上帝最终还会怎么样 还会发弄 是吧 会杀死 但是他最终还是会赢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上帝证明了 证明了 反而证明了谁 证明了我 路西佛自己的存在是对的 那么杀死的时候 天使们就会认为 上帝是不公义的 是吧 那么 为拥护上帝的天使们呢 就会 就是上帝 你背叛了你的论颜言 就会 参加叛乱 那么路西佛就想 肯定会发生什么 暴乱 那么这些天使就会 拥戴他为王 那么 路西佛脑子够用 他已经 推算到这一步 为什么呢 不这样的话 上帝会不断地 宽恕自己 那么直到 他的计划得逞 为止 一直饶恕他的话 最后他还是赢家 那么 想杀死我 他也是赢家 左右他都赢 路西佛 已经打好了这样的算盘 所以路西佛呢 按照自己的意志 来统治这个星球 这样 我们接受这样的教育 生病以后呢 首先 把病举杀死 吃强烈的药 然后杀死 然后什么不好的话 就开刀 然后割出去 都是谁的方式呢 就是路西佛的方式 没有爱 是吧 爱 弱了就不起做 要强烈的爱 要有强烈的爱 所以路西佛的这个体系呢 就建立了 他的王国就建立了 按照路西佛的方式 做呢 这么天庭呢 一切自去井然 唯独这个星球呢 我们地球上呢 却与上帝的道背道而驰 顺天的 常立天的王 环境污染了 人体 人越来越发 欲望 是吧 疾病蔓延 那么到这个地步了 路西佛会说 他要回头是吧 上帝我错了 上帝你是对的 那么 言行 酷刑下面 人们开始害怕 开始产生精神的压力 然后就开始发生 相互的嫉妒 相互的仇视 这样 这个地球呢 就变成了 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 于是上帝就差遣 他的独生子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地球上 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存在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模范 是一个牺牲品 为什么呢 我们冤不冤呢 我们其实是冤的 就是人生生来就是苦的 因为路西佛的思想 我们身体上出现了什么 这种癌的病变 糖尿啊 高血压啊 脂肪肝啊 肝硬化啊 肥胖啊 癌症啊 这不胜美举的疾病 牵涉着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身体发生病变 所以 所以呢 那么上帝 他不会弃我们不管 他要保守我们到永远 因为你们也是有希望的 尽管你们成了路西佛的牺牲品 成为 成为罪人 成为罪人就意味着我们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 爱你们到永远 绝不会抛弃你们 即便你们罪恶再深刻 我爱你们到永远 自始不远 我会救赎你们到底 他与我们立了这样的约定 并且 在十字架上 向全人类 彰显了他的爱 彰显了他的 约定 你们仰望我 即便死 也要活 那么耶稣的儿子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 是吧 那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 那么谁受不了了 路西佛受不了了 路西佛没想到 没想到上帝会 出持绝招 是吧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上帝会牺牲他的儿子 牺牲自身 爱人爱到这个底部 他再怎么逼人犯罪 但是也没能让上帝的爱 发生变质 所以爱呢 爱战胜什么 爱是超越合理性 是吧 有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圣经说 罪恶多的地方 恩典也多 我有两个女儿 因为我的大女儿 我不知道超了多少的心 她们两个是相差一岁 生了大女儿以后呢 没什么可稀奇的 我以为她会很漂亮 但是长得很一般 一年四个月以后呢 生了第二胎 很机灵 从小 从小开始就 透着机灵气 还很好看 很聪明 大了也一样 成为了播音员 新闻播音员 就这样 聪明可爱 人们来了以后呢 都把目光集中在谁 都把这个小女儿身上 哎呀漂亮可爱 那么两个都带着尿片的小女孩 一个被冷落 一个成了关心的焦点 那心理能平衡吗 换个立场 将心比心地想一想 很悲惨的是吧 很难胜不得 自己看心里看也什么 妹妹比她要漂亮是吧 啊就受不了了 啊开始就 心事就变得歪了 变歪了 那么小妹妹睡觉的时候 就去打她 挠她 挠得血了 那么做老爸呢就怎么的 就去 就去打她 那么 那么谁的办法 是路西佛的办法 是吧 那么你作为姐姐 为什么要欺负妹妹呢 合不合理呢 在不在里啊 那么受伤她是在里了 那么打才能 改好 但是圣经却怎么说 罪恶越多 恩典越多 要用恩典来感化罪恶 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啊 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教育 是吧 在韩国 那么多人信念说 实际上 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思想 受个教育的人不多 所以说信也是白信 明白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有上帝的思想 那一切都是白费周知 为了去天堂 去交钱 去拜拜佛 回家去施展暴力 成何体统 这不是正常的 正确的信仰生活 其实呢 妹妹更漂亮 更照人爱 把人们的视线 都揽在自己身上 那么这个爸爸呢 就应该体会 大女儿的这种感情 然后用更大的爱 去呵护她 这样大女儿才会什么 才会不会走歪路 是吧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有爱 才会让我们成长 我有爱 才会让我们成熟 我有爱 才会让我们走正路 这就是圣经苦口婆心 要我们明白的内容 所以我们呢 我们身上发生 各种疾病的 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足够的爱自己 或者没有正确的爱自己 有比更爱我的自尊心 更爱我的虚假的我 那么更爱 更爱金钱 而忽略了自身 更追求名誉 权力 这一切超过了我的生命 那么为了爱这些 追求这些 就忽视了我 现在我们才明白了 我的身体 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生命的基础设施 是生命的气心 真正的爱一把我自己 这个过程就叫 星期点生活 生活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 星期点生命程序 真正的去爱一把 你们 现在是不是更加爱你们自身了 那么 真正的去爱 那么一切问题会迎刃而起 那么我的大女儿啊 开始走弯路 一发不可受 走得太远了 在路西佛 路西佛统治的 这个世界里说 对善良的人给 赐福 那么对那些恶人呢 要惩罚 所以人呢 就走灭亡的道路 所以我们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以恶 去战胜恶 要用善 去战胜恶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看这段经文 好不好 罗马书 罗马书 你们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你们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就是这句话什么 不要效法 路西佛的 做法 不要 不要被路西佛的 思想所控制 控制 这是非常深刻的 内容 是吧 你们生病的时候 不要按照这个 世间的做法 去做 用 用毒 毒素 毒素的 用毒药 去 去杀死他们 用电疗 化疗 去 去化解他们 这种强烟的做法 就是把坏蛋 抓进 牵牢里 然后在法庭审判他 那么出来以后呢 五年出来以后 变得更加邪恶 是吧 这种路西佛的做法呢 只能导致更大的恶 只要心意 更新而变化 变化 这是什么原则 是不是新起点原则 新起点生命原则 是你们的心意变化 你们就可以获得 纯全可喜的 喜悦的旨意 让你们的遗传 基因发生变化 去查验 查验上帝 那善良 纯全的旨意 圣经就是这样的书 是吧 奇妙不可言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要与众人 激烈要与众人和睦 所以呢 最后说 你不可 为恶所生 反而要以善 善恶 那么战胜邪恶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善 来战胜邪恶 那么新起点呢 新起点生活呢 就是以善 战胜邪恶的 途径 不要病魔 那么呼吸新鲜的空气 喝洁净的水 适当的节制 休息 即便癌在我身体里边 更加善待这个癌细胞 那么癌细胞呢 也会被感化 啊 主人对我这么好 那我要改过自信 我要恢复正常 这样 癌症就会 康复 这才是什么 是生命的气息 这就是新起点的 想法 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 不是治疗方法 是上天的 是天上的想法 属灵的想法 所以说 这种上天的旨意呢 通过新起点原则呢 讲给大家 大家 大家已经被 世间的 世间的 世间的想法 耳濡目染 所以把我的 这个属灵的 旨意 上天的旨意呢 就当作世俗的 世俗的道理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少不了信心 那么 这个信心 大家就会怎么接受呢 就以路西佛的方式 路西佛的想法 那我没有信心 那我不行 我来不了 那么这种想法是谁的 谁的思想 是路西佛的想法 是吧 那么 上帝的想法呢 让没有信息的地方 没有 罪恶 满盈的地方 更加充满爱 更加充满信心 更加充满恩典 就是我还没有信心 所以我是信佛的人 我没去过教会 那么我 我没有信心 所以我好不了 这种想法就是什么 就是世俗的想法 路西佛的想法 用成熟的想 成世的想法 总要去拿成世的想法 去理解天上的想法 那么 总是沟通不了 不幸的是 圣经是天上的想法 总把它用 以地上的想法 来做解释 所以就产生 这么多的混乱 是吧 按照这个地上的想法呢 我就是没有信心的人 那么 活过来的日子当中 我做了很多坏事 所以我不能得饶恕 我也没信过上帝 过新鲜点生活 我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的结论 所以呢 就破罐子破算了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按天上的想法 去做的话 每一个人 过去里做过 何等的坏事 对于任何人 对任何人 对任何人不要以恶报恶 所有的人 对所有的人 要 要做美的事 是吧 我们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六章 路加福音六章学过 是吧 是对那些忘恩负义的 和对那些恶人 也很仁慈 这才是上帝的爱的原则 对那些恶人 上帝也是仁慈 明白吗 这是上帝的本质 最后达到这样的 明白了这样的爱 明白了这样的 上帝是这样的上帝 我们才能相信 信靠他 像我这样的坏人 坏蛋 上帝也会 接受我 能走到上帝的面前 现在韩国的基督教 面临什么的状态呢 牧师 你为我按手 牧师给他按手 病没有好 你怎么说 你信心不够 你病不好 是你信心不够 那么这个人 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是吧 你没有信心嘛 那么我按手 应该病立刻见好 但你不见好 那你是没有信心的 那么说这种 说这种话呢 一眼都不加顾虑 那么信者们 那个信徒们呢 都信以为真 这是错误的 事实觉识 绝对不是这样 圣经说 即便你没有信心 上帝照旧爱你 让没有信息的地方 上帝更加施予恩典 让你们能够相信 上帝是慈悲的上帝 这样我们的疾病 才会 会康复 昨天我们听了 百夫长和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 百夫长的仆人 有没有信心呢 他从来没见过耶稣 所以他没有信心 那么作为一个仆人 他哪有机会 去听耶稣的讲道 是吧 但是即便他没有信心 上帝还是 耶稣还是 医治了他 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 八章十五节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见彼得的岳母 害热病躺着 那么在这里出现了 一个人物 就是彼得的岳母 那么彼得原来是干什么的人呢 这是加利利 加利利湖水里一个 非常尴尬老练的渔夫 那么 那么这个彼得呢 就成了耶稣的门徒当中的第一门徒 能不能赚钱了 能不能打鱼了 那么谁最难受啊 丈母娘最难受是吧 最担心 怕自己的女儿吃苦是吧 就这么一个独苗 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 那么她的老公 连打鱼的生计都愣掉不干了 那么女儿回家 成天的哭哭啼啼 那么丈母就说 哎呀我这个没出去的女婿 她肯定是中了邪了 你看让我的女儿 变得这么凄惨 那么彼得也难堪是吧 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什么 就是她的岳母 这个彼得的岳母 比恨彼得更恨的人就是耶稣 啊那么耶稣的 耶稣的唱不良了 肯定不会喜欢耶稣的 因为他认为是耶稣拐走了 她的女婿是吧 那么来气不来气 来病不来病呢 那肯定要来病的是吧 已经明摆着的事了 所以啊 是一股闷气 啊她的提琳巴就被削弱了 那么坏的信息 打漏了她的遗传基因 没有真善美 所以当然要得什么 得热病了 所以耶稣呢 去见耶稣的岳母也很尴尬 但是时候成熟了 实际成熟了 于是耶稣呢 对彼得说 听说你这样子病了吧 走吧 走吧 来到耶稣的家里 那么彼得的岳母呢 高烧不退 在那里直说梦 直说胡话 精神恍惚 啊 耶稣来到她的床前 啊 彼得的丈母娘 精神恍惚 连谁来到她的床面 她都认不得 这时候呢 耶稣 把她的手一摸 耶稣就摸了她 岳母的一个手 那么对 那么对一个发烧 说胡话 说梦话 说胡话的人 你们说你信不信呢 你有没有信心呢 能问吗 耶稣也没话可问是吧 那么能干 那么能赚钱的女婿 突然一天到晚 把生计都抛开了 跟随她 那么耶稣 耶稣作为 出于人情 对 对于 彼得的妻子和他的岳母 也没话可说 那么彼得也 其实彼得也做了 也没有跟他去做坏事 是吧 我过去呢 相信上代以后 把那个我的 很能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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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工作 辞掉以后 到沙里去做 星期点生命运动 我的母亲呢 啊 血压就升高了 母亲 所以我去见母亲 也很难过 是吧 有没有话可说 没话可说 哎妈妈 现在星期点呢 跟老妈也没法解释 人生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尴尬 但是凡事都有实际 那么耶稣来到 彼得岳母的床前 然后把他的手 紧紧地攥起 他看着十分可怜 心中还有一点 内疚 所以耶稣呢 就开始眼泪 流泪 给他 给他爱 给他生命的气息 别的地方 也摸不了 是吧 所以 抚摸着他的手 然后耶稣就向流泪 岳母呢 就能感受到 生命的气息 进入他的身体里 然后从昏迷当中 然后慢慢地疏醒 然后身上感到一种温暖 然后疏醒了 然后他睁开眼睛一看 就是 那位耶稣 正在抚摸着他的手 然后这样黯然流泪 还要说什么吗 那么他明白了 自己的女婿彼得 为什么要跟从 跟从这个耶稣呢 一句话不用说 心草不宣 在接受生命的气息 一瞬间彼得岳母 明白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的女婿 便抛弃一切生计 去跟随这样的人 明白了吗 这位才是什么 我的女婿选择了人 在犹太社会里 一说上帝 那么害怕不害怕 那么犹太人所说的上帝 他们所认识的上帝 都是什么 都是陆续活的 都是侃侃杀杀 惩罚 不听话就赞头的这种上帝 但是别人说 上帝不是这样 我在圣经里看到的上帝 不是这样的上帝 但是他遇到耶稣以后呢 对 上帝就是这样的耶稣 像耶稣一样的上帝 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 所以他对岳母怎么解释 岳母能不能听懂呢 因为他的岳母呢 已经被路西伯的想法 说支配 说你捐得越多就越忙活 犯罪的话就砍头 但是在他生病 卧床不起的时候 这样诅咒耶稣 埋怨耶稣 尽管这样 但他 抓着手 为他流泪的耶稣基督 看到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个老岳母的心 一下就被感化了 这位才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他认定的这一瞬间 他的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什么 服侍 服侍耶稣 成了耶稣的追随者了 跟女婿成了一伙了 是吧 他的岳母也成了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新基点生命运动了 你们的手 现在耶稣正在抚摸着 你们每个人的手 所以呢 当你们感受耶稣的抚摸的时候 耶稣在用他的泪水 在修复你们的遗传基因 你快点 康复吧 快点 恢复吧 你们要感受耶稣基督的 慈悲的眼泪 感受他的爱 那么你们就会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来热心地服侍他 你们看 没有信心 上帝同样会医治你 没有信心 上帝同样会医治你 爱并不是理论 明白吗 路斯佛以为爱是理论 爱是 爱是 一二三 这按部就班的理论 那么 我说爱 即便这样 即便是爱 那么就是自始不明的爱 因为这样这样这样 不行 不能爱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性格 是吧 但是 那么如果我不认识 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话 那么 可能很多的事情都被我打岔了 但是当我真正领悟了上帝的爱以后 接受了这份爱以后 我的这种合理的 自认为合理的 路西佛的想法呢 我要把它抛到一边 不要以恶报恶 要以善报恶 这样 我的心 宽广无比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这个时候 上帝赋予我生命的气息 Anderfin serotonin Arc melatonin Dopamine Oxytocin 这些生命的物质 在我里面全涌 上九啊 你和我是 合而为一的 你是我的儿子 这种确信 在我心里面 悠然而生 我的幸福 不再是靠外物刺激 而是从内心全涌 当我们感到这种幸福以后 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领悟上帝的旨意 在我们心里 真正的有一份感想的时候 我们才会成为幸福的人 为那些不幸的人祷告 让我们把我们人生当中 所有的那些条件都删除 无条件的去 去爱那些 我曾恨过的 或者恨我的那些人 让我们做一个 慈悲为怀的人 能够宽恕他人的人 让我们从仇恨当中 真误心当中 能够获得自由 让我们 用这份自由 让这份自由的世上 摆脱世上的阴影 重新体验 天国的喜悦 感谢 上帝正好 上帝正好 他对我正好 他吹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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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正好 上帝祝福我 上帝求佛我 上帝求佛我 上帝求佛他对我正好 我们之爱的天父 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 是属天的爱 这地上所说的我们是以为是爱的 都是路西佛式的爱 自私的爱 主的爱 是超越一切条件 无条件的 无实的爱 是绝对的爱 是永恒不变 自食不育的爱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上人们无法理解你的爱 认为它是不合理的 但是这个大爱呢 是属天的真理 是生命的真理 在这个虚假横流的世界 愿你的旨意 愿你的爱 能够昌显在这个世上 让我们从路西佛的思想当中 挣脱出来 愿我们的内心里充满你的爱 愿我们每个细胞对你的爱做反应 因为他们需要你的爱 特别求主 激活 你倦刻在我们 细胞当中的生命的程序 只有你的生命气息 能重新让它们恢复正常 恢复功能 主 我们愿敞开心扉 接受你的大爱 抛弃我们的自以为是的爱 做一个顺从你的人 这样 愿你的爱 愿你的无条件的大爱 绝对的大爱 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那些已经发生病变的细胞 因着你的爱 因着你的旨意得以恢复 使我们能够重新找回健康 归荣耀于你 愿我们现上能够现上感谢与 荣耀于你 使我们能够使个充满幸福与喜业 愿你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求奉耶稣命 能够入你 может出 á 詳心 明天 아침 식사 Science 美习amo 食器 玉金 operation 继・稿 ın 什么 凡 as a 내일 아침 6시 50분에두 체조가 있겠습니다 자오늘도 벅 찰만큼 행복하고 즐거운 하루가 지났죠 � 깡이cul 今次回復運動を用意した症状が準備をしてい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便宜しましょう 明日更加深刻的感想 そして明日更加深刻的顔 再会見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안녕히 주무십시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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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